女孩拍了张照片 可拿过来一看 发现门口多了个人 还穿着白色裙子 她扭头望去 却什么都没看到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这可把她吓坏了 急忙站起身来 仔细一看 门口还是空空如也 难道是相机的问题 她再次举起相机 咔咔拍了一张照片 这次更加明显 可门口还是什么都没有 于是急忙拿起相机 放到摄像头前 可老公却说 只看到了一扇门 她看了看相机说 你看不到门口的人吗 老公摇摇头 表示根本没有人 女孩彻底傻了眼 再次举起了相机 按下快门 窝了个乖乖 这次女人竟然来到近前 把她吓了一跳 急忙让老公看 可老公还是坚持到 门口根本没有人 她深吸一口气 决定查个清楚 于是又举起了相机 拍了张照片 女人终于不见了 她这才长出一口气 突然听到诡异的笑声 原来女人来到身后 视频通讯也中断了 幸好没过多久 就恢复了链接 女孩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 一句话也不说 突然电脑动了一下 随后门就自动关上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对着空旷的地方拍照